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7月18号 这期咱们聊一聊手机 为什么聊手机呢 最近网上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苹果的分析师郭明奇 他最新表示 说中国渠道普遍看好iPhone14 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没有华为的竞争 2021年4月30号 华为的手机部门的负责人 叫于成东 他在业内有个外号 他也是我们安徽老乡 外号叫大嘴 为什么叫大嘴 把这视频看完了 大概大家也就清楚了 于成东在朋友圈评论称 说美国对华为进行了四轮制裁 这把华为消费者业务逼到了极端困境 无法发货 华为的高端产品主要让给了苹果 国内市场中低端 则让给了OPPO、Vivo和小米 大家可以看个图片 这个应该是于成东 在转了一个公众号的文章 那公众号的题目叫跌倒华为 吃饱苹果 然后于成东把这个转发 然后还做了一个评价 就是刚才那样的高端产品 主要让给了苹果公司 他还补充了中低端低端 让给了OPPO、Vivo和小米 海外的让给了谁呢 让给了三星 为什么聊手机呢 我对手机还是比较了解的 虽然我不是做手机出身 但是我跟手机密切相关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手机里面的一些内幕 首先一个 咱们以前的那个非智能机 咱们就不说了 直接说这个智能机 智能机一共有两个操作系统 一个就是iOS 一个就是安卓 iOS就是苹果公司开发的 安卓呢是谷歌开发的 iOS只有苹果一家在用 它也不让别人用 不授权给别人 独家的 安卓呢是谷歌公司开发的一个操作系统 它是开源的 免费给所有的这个企业使用 为什么它这么做呢 实际上主要原因啊 因为这个互联网 向移动互联网发展 实际上就是手机要替代电脑 这个趋势大家都看到了吧 就包括中国啊 很多农村地区老头老太太都用手机 但是它不会用电脑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未来啊 是手持终端的天下 这些笔记本电脑啊 是那些打工仔的 上班的要用的 这个群体越来越小 那谷歌呢 它主要是在页面 是电脑上搜索引擎 它想切到这个无线互联网 把移动互联网 它很难切进去 因为移动互联网里面 手持终端啊 它这个搜索习惯不一样 很多都是垂直搜索 比如说你要买东西 可能直接就上淘宝了 你要这个买机票啊 你可能就上一个什么APP上去了 就是都是流量 被分散到各个垂直的APP里面 垂直里面 这样的话就对谷歌啊 这个流量有个很大的分流 如果谷歌 它不再移动互联网这块发力的话 那么谷歌它就 业务就萎缩了 就会越来越差 同样的例子啊 做搜索的 咱们中国叫百度 你也别管它是什么手段 垄断了中国的这个搜索市场 可以这么说啊 在中国这个搜索 百度是派第一的 但是百度就于这个移动互联网擦肩而过了 百度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上做了很多东西啊 以前收购了什么 911什么 应用商店 还各种游戏 地图等等 就是百度啊 它那个搜索引擎 它也想通过垂直的业务 把这个移动互联网上面 分一杯羹 但是很遗憾 百度现在的业绩 表现大家都知道了 就它这个战略是失败的 你靠这个垂直的APP你是打不过那些专业的公司的 其实在这块金针你没有优势 我说这么多啊 就是说明这个谷歌啊 人家从操作系统下手 你所有的智能机 除了用苹果的 就用我安卓的 你只要用安卓的 用的就是我的操作系统 那你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行为 是不是都在谷歌的掌握之中 所以谷歌就于移动互联网啊 一起在成长 一起在发展 没有掉对 而且谷歌它采取免费策略 让所有的手机企业免费使用 而且它是定期更新 发布新的版本 所以现在智能机啊 如果从操作系统来看 分两大阵营 一个就是iOS 苹果 一个就是安卓 那么安卓对应的产家就非常多了 有三星 刚才说的花围 国内的小米 OPEN等等 苹果之外的手机公司 用的都是安卓 智能机核心是操作系统 还是软件 但是硬件也很重要 但是我对硬件这块 关注的不多 硬件这块呢 三星它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三星的层储 还有三星的屏幕 这些可能都是垄断的 说到这儿 大家对这个手机 行业这个格局啊 大概其也就清楚了 谁手上有货啊 苹果 第二就是三星 它虽然没有软件 没有操作系统 但是人家有硬件 所以三星啊 也是在这个手机产业链里面 是不可忽视的一号人物 剩下的包括华为 包括小米 包括OPPO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们手上有什么 正因为它手上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它所做的那些东西 别人都可以替代 不用你那个 别人也玩的挺好 所以啊 美国一制裁 一掐脖子 就翻白眼 一松手 马上就开始 骂大街 就是吹牛嘛 这就是国内某些企业的 一个现状 如果你真的有核心技术 就是说你所有的手机 你绕不开我 就像三星这样的吧 我没软件 但是我有硬件呢 你想存储 对吧 还有这些什么 三星还有屏呢 你想用的好 就得用我的 我一不高兴 我不给你供货 对吧 我给别人供货 它有话语权 但是中国的手机企业 没有任何话语权 说来说去啊 就是在安卓的基础上 去修修补补 去装修 去装饰 实际上就是一个房子 开发商已经给你盖好了 而且外面装修都已经做完了 框架也定死了 你呢 只是进去啊 把里面装修一下 搞得花里胡哨的 或者加了一些功能 对吧 装上空调等等吧 然后你能对外说 这个房子是我盖的 这是两码事 正因为中国的这些手机企业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就是说别人绕不开的核心技术 别人必须要用的这种核心技术 所以说呢 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它就没有话语权 然后别人一制裁 立马就翻白眼 不有企业不号称自己 搞了个手机操作系统吗 但是呢 它还是不敢卖到俄罗斯去 给俄罗斯人用 为什么 怕美国制裁啊 你要是自己的自主产权的操作系统 你根本不用担心美国制裁 跟美国没有关系啊 美国也制裁不了啊 那你完全可以提供给俄罗斯人用啊 为什么不呢 实际上它给底层啊 核心的东西 还是人美国的 还是安卓的 或者还是谷歌的 这个国内手机企业 做手机主要是靠营销 靠吹 因为它没有核心技术 就是靠吹 就是靠专修 我专修的跟你不一样 你看你的空调是挂式的 咱们这空调是立式的 你美国是一个空调 我是中央空调 就这种区别 你把房子装修成供电那样的 我把房子装修成KTV那样的 咱们这叫差异化 所以国内的有些产商 为了营销 为了显示自己 这个产品质量好啊 品质好啊 所以他们一般的对标都是苹果 实际上你做智能机 你就没有办法跟苹果对标 因为你们底层的东西不一样 操作系统都不一样 你怎么跟人对标吗 就是你只能安卓的跟安卓的去对标 你们俩PK 实际上这个国内的产商 它都是安卓的手机啊 实际上它没有这个 跟苹果没有可比性 但是因为苹果是大卖的 大家都愿意买用苹果手机 所以说呢 国内产商把目标就盯向苹果 所有的对象 模仿超越的对象 对标的企业都是苹果啊 吹牛也是拿苹果吹 那个锤子手机 那个罗永浩天天给苹果提意见 说苹果手机丑 难看啊锤子手机过几年就把苹果收购了 每天啊 在网上就是散布这种言论 说的多了 很多人就信了 那这个华为这个余成东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高端手机让给了苹果 让给了三星 低端的让给了小米 这个不懂的人一听 尤其华为粉红还多 要不是美国制裁 华为在高端机里面早就把苹果打败了 这又得像什么呢 这就好比啊 俄罗斯它指责美国 美国不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俄罗斯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如果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俄罗斯 那俄罗斯绝对是世界第一 绝对可以打败美国 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就不要说手机了 国内啊 这些搞手机的这些企业家啊 或者是创始人 不仅产品抄苹果的 连这个PPT啊 连这个发布会 都要模仿苹果的乔布斯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 把乔布斯的那些发布会啊 看看乔布斯是不是就穿个六载裤啊 或者是反正和随便吧 穿个老头上啊 那PPT也是极简风格的 一页PPT就一句话 然后主要是靠这个创始人呢 在那儿侃侃而谈 你看后来这个小米的发布会 华为的发布会 中国所有高手机的发布会 都是模仿乔布斯 也穿个旅游鞋 穿个六载裤 比较休闲 从内而外的模仿 然后声称自己超越了 实现了弯道超车 我这么一说 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国内的手机 是什么个状况 但是不能否认啊 就是手机 尤其安卓手机 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干 你看董明珠 他就要扎很多钱去造隔离手机 谁其实都可以 因为操作系统是免费的 然后呢 你就去找那些硬件 然后你在这个操作系统下面 设计一下 开机界面 对吧 UI 然后把它优化优化 一组装就行了 实际上国内手机厂商拼的是什么 拼的不是设计 设计也有 主要拼的是你的这个供应链能力 拼的是你对这个产品啊 这个产量还有销量这些控制 因为这手机就这样的 你如果备货备多了 卖不掉 那你就赔了 备少了 人家也认为你是饥饿营销 而且你如果很多这个元器件啊 备少了 等到你再去第二次下单的时候 可能市场就没货了 对你这个手机的这种连续出货 对你手机的销量都是有很大影响 所以实际上这个国内的手机啊 他们拼的是供应链这一块 所以华为一做手机 立马就在国内拍第一呢 因为华为在供应链这块管理还是很厉害的 其实手机上面没有什么技术 因为技术人家谷歌都已经做完了 哪有什么技术啊 正因为这样 所以美国一制裁 一不给你芯片 马上就卸菜 你就没有反制手段 如果你手上也拿了几项专利技术 这个手机啊 都绕不开你这个专利技术 那你制裁我 我就制裁你 对等制裁 事实上呢 没有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掐脖子 它就放白眼 你一撒手 它就开始吹牛逼 第二个我再讲一讲啊 iOS和这个安卓 如果从安全性考虑 这个iOS肯定比安卓啊 要安全的多 这个安卓手机 它的安全性 完全取决于 这个手机厂商的这个人品 不取决安卓 因为安卓它操纵不了 所以你这个安卓手机里面 你装什么应用 都要小心一点 如果这个手机厂商很负责的话 那么呢 它对所有的安装到 这个手机里面的应用啊 它都有可能要检查 要扫描 当然了 有的产商它是扫描 但是它本身技术就弱 它可能就被那些 做APP的那些公司 给它绕过了 苹果这块 做的就要好得多 因为苹果它是个封闭系统 你所有的做APP的 比如开发游戏的 开发微信的 所有的APP 你在苹果上线 苹果都要审核 它的审核流程非常严格 先是机器审 审完之后人工还是审 就是你这个APP 抓到这个苹果手机里面的时候 你工作的机制流程 你要使用手机里面的什么功能 它都要检查的 就是说有的APP 它要掉你的电话簿 这个就涉及隐私了 那在苹果那 它就要审查 你这个是不是必须要掉电话簿 这是第一个 不掉电话簿 你这个APP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那好 那你容许你掉电话簿 第二个 它就要看你掉电话簿 你干什么 你把这个电话簿 会不会发到某个服务器上去 相当于把手机里面的一些隐私 窃取了 然后发走了 这个都是苹果负责检查的 所以你在苹果手机里面 装任何一个应用 你都可以翻译大胆的装 但是在安卓手机里面 对不起 首先谷歌它不负这个责 因为它是开源的 你们手机厂商自己玩 那这个责任就交给了手机厂商 那手机厂商 我刚才说了 一个是它技术限制 有的厂商可能也想把这块做好 但是磨高一指 道高一让 那藉由那些不法的这个企业 它开发的APP 它就调用你手机里面一切秘密 把你的什么电话簿 把你的什么联系人 把你的什么照片 视频 它都可以传走 你说我没有授权呢 安装的时候 它要访问我的电话簿 要访问我的这个照片 我都没同意 我都没打勾 你要这么理解 那就大错特错 打不打勾 它都会把你转走 只是让你看一眼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这个文章看看 安卓手机 说的不好听一点的 实际上就是被人绑架的一个肉机嘛 你的手机里面植入了很多程序 那个程序都是有后门的 都是被别的公司操纵的 它随时可以发指令 它也随时把你手机里的指令 发回到这个企业的服务器上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有个企业 我开发一款游戏免费的 一分钱不要 下载安装免费 使用也免费 然后放在各家的那个应用商店里面推广 让用户自己下载 很多用户一看图便宜啊 不要钱 下着玩吧 一下 实际上我这个游戏里面就带了木马程序 就装到你手机里面去了 然后呢 我呢就可以对这个手机充值卡呀 充值的用户 我可以发一个指令到10086查一下 你的手机里面余额有多少 一查还有45块钱 那我又可以再向移动发一个指令 把你这45块钱扣的只剩3块钱 或者5块钱 那40块钱扣掉了 有人就说了 你想扣我的钱 一般都有二次确认呢 移动还会发一个短信 让你确认是不是 你是同意啊 买这个还是不同意买啊 对吧 他一般的都是买什么道具啊 要不扣费怎么扣啊 你放心 这个木马程序啊 他把所有的移动给你发的这个 他都拦截了 不让你看 你看不到 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替你回了个市 然后你这个余额啊 40块钱就没有了 然后你还剩3块钱啊 不应该你打电话 等你打两个电话之后啊 手机签费 又要充值 很多人呢 搞不清楚 有的人发现自己 哎 我怎么前几天才充 怎么钱就没有了呢 然后他就打110086去查 一查 哎 我怎么买什么游戏道具 花了40块啊 就开始投诉 经过几轮投诉啊 扯皮之后 哎 移动算了 把这钱退给你 但是绝大部分是不会退的 因为绝大部分是根本就发觉不了 即便你发觉了 你打电话投诉 移动说你二次确认了 你自己你看 不仅要买 而且我还问了你 确认了 买不买 你还确认了说你要买 哎 移动才替你把这钱扣掉 你现在说你反悔了 不买 哎 你跟移动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移动说 你不知道 不是你的手机号发出来的吗 实际上你的手机啊 安卓手机里面比比皆是 这个在苹果手机里面就没有 实际上啊 只要安卓手机用户 装一个来漏不明的游戏 基本上你的手机啊 就被别人控制了 而且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大家放心啊 谷歌这边肯定也做很多防范 做很多防火墙 然后手机厂商那边 他的这个应用商店 也会做一些防范 但是都没有用 肯定会被这些不法分子啊 所攻破 所以你拿了这个安卓手机 你的隐私 你的定位 你的通话 人家想知道就知道 只不过人家不感兴趣 人家只对钱感兴趣 实际上这个啊 咱们国家有一个罪名 叫非法控制计算计罪 应该叫这个罪名吧 一旦查到了 是三年起 但是毕竟查到的少啊 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听而走谐 所以啊 你要是安卓手机用户 我建议你 只装什么阿里呀 腾讯啊 或者小米呀 就是知名的这些APP 这个他们倒不知乎来 那些所有的来漏不正的 或者是搞不清楚哪公司的 什么游戏呀 免费的应用程序啊 比如手机那个手电筒 手机计算器 还有手机什么啊 测网速的这些免费的小程序 都不要装 你实在要装 就装腾讯开发的 或者是阿里开发的 或者滴滴开发的 相对安全一点 这里我顺便再提一下啊 这个咱们国家不有个叫什么反诈APP吗 然后这个各地的民警啊 还有街道的 居委会的 反正这是动员的 老头老太太 往手机里装这个反诈APP 我看有好多人对这个有意见 实际上啊 这个安卓手机里面装一个反诈APP 对老头老太太的话 绝对是个保护 大家没有必要逆法 以为警察公安让你装的 不就是想窃取你的秘密吗 你说老头老太太在哪儿 什么位置有什么用呢 对公安来说这个有什么价值呢 实际上装一个反诈APP 真的管用 我说的是对老头老太太 因为他极有可能拿安卓手机 胡点不下载 早就已经手机里面装了N个木马了 所以啊 对那些老头老太太来说 他装一个反诈APP 还稍微能起点这个保护作用 但是对年轻人 对咱们这样的 你就没必要去装 然后呢 这个你平时在应用商店里面 所有的下载统统拒绝 然后只下载 刚才说的这些大公司的程序和应用 下载完之后 你什么都不要给他授权 一切都是否 等到你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功能 他就要问你 容不允许他访问你的照片 而你这个APP本身就是要剪辑这个照片的 或者要发这个照片的 你不让他访问 那他怎么发呢 所以说你就允许他 就用的时候再授权给他 而这个也只能是对那些大公司的应用 小公司的流氓公司的应用 你同意不同意 他都会访问的 所以说来说去 你看安卓手机 这个安全性 跟苹果手机是没得比 没有办法 为什么这个安卓手机 大家用着用着 好像就慢下来 但是苹果手机 用着用着用五年 它的速度还差不多吧 至少用个三年 没任何感觉 明显就没有明显的慢下来 但是安卓手机 有的产商 它水平高一点 它做的这个产品 手机 可能就这个速度 用了两年之后可能还好 但是大部分安卓手机 用两年之后绝对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垃圾软件 垃圾应用占的太多 这是原因之一 你也不知道点到哪 就下载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这些都要占你的内存 之后你删除吧 你也不知道在哪去删 找都找不到 时间一长 这种应用 这种软件越积越多 国内有很多大的产商 也很流氓的 比如你只想下一个什么微信 我举例子 我下载一个微信 那你就在应用商店里面找微信下载 结果你下微信的时候 它有好多提示 它在微信这个包里面 给你加了很多其他产商的游戏 或者其他产商的应用 你下一个微信的时候 可能同时下了十来个游戏下来 然后十来个游戏的公司 就要给腾讯钱 因为你是附带着它的产品 装到用户手机上的 相当于帮它推广了 当然我这举例子 是拿腾讯举例子 这样大家好理解 所以这个安卓手机里面的猫腻特别多 负责任的产商 他会所有的产品商家的时候 他也像苹果一样的审 你这个微信就是微信 你微信里面不能带很多游戏 那叫什么 对吧 一个是一个 但是有的产商 他本身就想赚钱 他就没有底线 卖手机本身不赚钱 他就靠他的应用商店来赚钱 其实苹果也是靠应用商店赚钱 每年收入也不少 国内的很多手机产商 因为在硬件这一块 卖手机这一块 已经利润非常薄了 那么他这个应用商店这块管得松一点 那些不法的APP应用就流进来了 那你能流进来 那你就得跟这些产商去分成啊 你赚了钱28分呢 你不带我分 那我下次把你这产品不让你上线啊 不在我这 不让你在我这卖啊 你看一条产业链就形成了 这个手机厂商负责把不法的APP上架啊 或者是跟别的APP打包一起上架 然后用户下载了之后呢 这个不法APP就去用户那偷钱 把钱一偷 然后呢再跟厂家去分 大家一起得利 用户呢 反正就被蒙 被坑吧 当然了 现在安卓手机里面可能有一些新的玩法 我最近这些年啊 没太研究 我也不用安卓手机 以上是关于手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好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